这个视频咱们来讲一词多译的王 先来看小故事 沛公君罢上 秋毫无范 范增睡相语 刘邦志不在小 似其王也 肃灭之 向博文之 欲呼张良与俱去 张良曰 王去不义 告沛公赴鸿门宴 范增举所配欲绝 以誓向王 向王无以应 忠王杀刘邦良极也 向王王 背负 王在甲骨文中是个指示字 在人手旁边加一个指示符号 表示手拿着盾一类的护具作为掩护 说文解字说 王 陶也 所以王的本意是战败的士兵 手举盾甲逃命 陈盛在起义前是这样动员百姓的 今王一死 举大忌一死 等死 死国可乎 意思就是 如今逃跑了抓回来也是死 起来造反也是死 反正都是死 倒不如为国家而死 这样好吧 从具体的战败逃跑 可以引申出一般情况下的 外出 不在家 当杨货给孔子送蒸熟了的小猪肉 按照礼尚往来的规矩 孔子应当登门拜谢 但孔子不想见杨货 便故意这样做 孔子拾其枉眼 而往拜之 翻词 翻词过来就是孔子等杨货外出的时候 前往杨货家拜谢 再来看小故事 刘邦驻军在坝上 没有伤害百姓的任何东西 范曾游说项羽说 刘邦的志向不在小的地方 四七王爷 这个王就是外出的意思 指的就是我们等他外出的时候 就迅速的把他杀掉 相伯听说了这件事 想叫张良跟自己一起离开 以免被刘邦连累一块死掉 张良说王去不易 这个王就是本意逃跑 张良那么忠诚的人 肯定认为自己逃跑离开 是不讲义气的 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刘邦 而老辣的刘邦也不畏惧 前往鸿门参加项羽的宴会 宴会上范曾举起他所佩戴的欲绝 暗示项羽赶快把刘邦杀掉 然而项王无以应 注意这是王的通假字 王有两个通假意思 一个是动词没有 如假意在论基柱书中说的 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 意思是生产有时间的限制 消费却没有限度 另一个通假意是否定副词 不不要 如资质通鉴中有 所过无得掳掠 秦民皆喜 意思是刘邦命令军队 所过之处不得掳掠 秦帝的百姓都非常喜悦 回到原文的 项王无以应 无这个就是动词 没有 项王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的结果 当然就是中王杀刘邦良机也 这个王又是对本意逃跑的另一种隐身 在逃跑过程中 环境险恶 饥寒交迫 人容易死亡 故而衍生出了死亡的意思 如金刘表新亡 就指的是现在刘表刚刚死亡 一个人肉体的消失称为死亡 而一个国家或其他事物的消失 就是灭亡 消亡 如竹之五退秦诗中有 然正亡 子亦有不利 以为然而正国灭亡了 对您也不利 不论是个人的死亡 还是国家的灭亡 都意味着我们要失去这个人或国家 所以又能引申出失去遗失的意思 如亡羊补牢 未为迟也 说的就是羊丢失了再去补羊圈 还不算晚 回到故事中的中王杀刘邦良机也 王正是失去的意思 指最终失去了杀掉刘邦的良好时机 项王王背负 这个王指的就是个人的死亡了 项王最终自吻乌江 死亡了 悲哀呀 总结起来 王的本意就是逃跑 由此可以引申出怪出不在家的意思 从逃跑做另一种引申 则指死亡 由个人的死亡 还可以引申为国家的灭亡消亡 而死亡灭亡又共同引申出失去丢失 另外 王还可以经常被读作无通无 一方面可以表示动词没有 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否定副词 不不要 好了 有道答题抢金币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